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确实代表大家心态 为什么说呢 因为杭州环境集团非常强 他拥有天一特大 然后深鹏特大 还有非常强的赵金城大师 再加上刘明 他们的其实来势汹汹 他们每年联赛都是一个夺冠的热门队伍 对 是的 所以说也是齐民们都很关注的一支队伍 刘明今年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 甚至在刚开始的几轮都成为杭州获得胜利的重要 最有力的一个得分手 对 是的 这半棋呢 他是对阵这个成名特大 走的兵器进一 成名是选择了 泡二平三 足底泡 这个成名特大呢 来自江苏 也是一位通过团体赛冠军 再获得亚洲冠军 获得特技大师的骑手 对 在18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团体锦标赛上 他也是代表中国队获得了团体冠军 从而晋升为这个降级特技大师 对 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骑手 对 也是江苏队的一个 非常有实力 对 非常优秀的一个骑手 那么这个这盘棋呢 双方也是 红方 红方 泡二平五 走了一个环中泡 黑方向三进五 红方这步棋呢 是选择的马八进九 跳边马 是不是一个很稳健的步棋呢 对啊 这个变化 以前出现过比例最大的 红方是选择马二进三 这样黑方就有可能会足三进一 反击了 就这样 接下来呢 红方要拘一平二 黑方就足三进一 红方马八进九 黑方是 拘九进一 这个变化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 对 因为毕竟黑方过了一个族嘛 就红方主动放弃了一个族嘛 复杂的变化 也很尖锐的一个族 这个呢 也符合这种 刘明下团体赛的心态 因为我刚才说了 杭州环境队是非常强 而刘明呢 面对的成名特大 所以他采用的策略 也是稳中进取 所以呢 他选择了马八进九 就避开了尖锐的变化 是 黑方这时候是 选择了拘九进一 这个时候呢 除了拘九进一之外 黑方马八进七 也是比较常见的 直接跳正马 跳正马 红方可能会走马二进三 他在拘九明八 他就拘一平二 这个也非常常见 是吧 对 也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走法 是 但是黑方呢 也是想要快速量拘 对 选择拘九进一 找了一个横拘 是 红方这个时候是选择了 拘九平八 然后黑方是拘九平四 拘九平四 这个时候呢 黑方 红方是马二进三 黑方是 黑方不是 先是四进一种 先不是 这其还是 布局还是很微妙的 对 非常微妙 这个时候可以 唐大师刚才说的微妙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先走拘四进三的话 红方可能会多了一种 是不是怕五进四 打僵的是吧 对 这个变化 或者在以后再炮五平一 再炮五平一 有可能会得两个足 那现在先补式 他敢打中兵吗 我们可以 先补式的话呢 红方 这个如果再打中兵 你是不是会有拘四进六 到这里的起了 对 好像是有这个变化 这一期 如果我补向的话 你可以马二进四一跳 这个时候 红方炮还不能瞎躲 如果躲这些地方 或者打兵的话 黑方有炮三平二 那等于红方正好丢个子了 丢子了 那是不是他只能炮五平四 对 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好像这个变化 黑方也是可战 对 等于说黑方这马四进五也跳上来 对 红方这个为了吃个冰 来牺牲了这么多的部署 不划算 这是我们上级李靖堂的理论 就是不能说为了一些物质力量 对 尤其布局阶段 不能为了得一个足 事先 所以黑方是选择了四四进五 这个时候红方也并没有打足 红方也选择了鞠一平二 出鞠 黑方此时再走了一个鞠四进三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要是打我中兵 我还可以马二进四中 是的 对 就是在布局阶段这个足中足有时候 不用特别着急先去谋 是的 对 另外呢 作为红方确实也不敢轻易打足 是吧 对 就这个布局应该双方开始都挺公文的 是的 去四进三 红方是12中 四六进五 对 补了一手 对 值得说的呢 这个刘明啊 应该说对这个局面是 就理解非常深 我印象当中他这个局面下了很多盘 就是这个应该是他非常拿手的一个布局 是的 四六进五之后呢 作为黑方啊 应该马八进九了 对 他走了一马八进九 准备过一块足九进一再打局 红方呢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是走炮八平六吧 对 然后黑方当时是走了一个马二进一 黑方先走足九进一吧 对足九进一 足九进一 那么红方是 鞠二进六 必须鞠二进六 否则带黑方马九进八要打上鞠的话 肯定受不了啊 鞠二进六 对 鞠二进六 然后黑方是走了一个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跳了一个拐角马 对 马二进四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啊是选择了一部 应该说非常好的棋 就兵五进一 对 这个地方我记得之前啊 红方选择的变力也挺多 好像还之前出现过 鞠二平三吃足的变化 这时候强行吃个足 吃足 那黑方 吃足的话 黑方是否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那我鞠在躲开吗 对 他当时好像是 有些人想了再躲回来 对 但通过后来的实战发现呢 这样吃一个足啊 让鞠丢了好几部先手啊 这个就感觉有点 也是得不偿失 对 而且黑方是不是也可以马 就跳上来了 这样 接下来马跳上来 还可以炮金四打足 是 等于说这个鞠照了半天啊 这个吃个兵 有点得不偿失 对 不是太合理 可能从祈礼上不太合理 是 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吧 这个变化 对 然后这时候 黄方选择的兵五进一 对 走了一个冲中兵 是 这步棋是不是 也是一个等待的招法 嗯 也是一个等待的招法 对 以后 红方是可能有什么 鞠八进三 是 马九退七 这种思路 还是说有什么 抛楼退二啊 对 或者说从中路突破 是 是吧 对 就因为以前经常会看到 这种类似的一个局面 嗯 嗯 嗯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黑方比较常见的下法 是走G一平二对G 或者G四平八 这时候对G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G一平二会怎么样 G一平二呢 他杀掉 对掉 然后买四 嗯 这个时候有些企有 不经会问 哎 你们不是说经常对卧局 亏一步吗 对啊 但其实呢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看 红方这个G啊 比较背 位置不是特别好 对 位置不是 你反观黑方这个G啊 他控制这一面 他自己的右翼 就是红方的左翼的话 他的控制局面非常多 其实是不是还有一种 可能是说红方 如果把红方的这个 左G对掉以后 那红方的左路就比较空虚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黑方有一些反击的一些手段 是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也再演示一下 是 如果红方走炮五 进四的话 黑方就可以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对足 记得这个时候 红方有个比较巧妙的是 马三进五吧 马三进五 是吧 马三进五 那么黑方可以继续足三进一 吃掉 吃掉 红方有马五进击跳上来的话 黑方可以G四进一 那你得补个像 那中兵也丢了 你补像 他吃掉 这些应该是 黑方应该满意的吧 黑方应该也满意 吃掉中兵的之后 因为你 红方这个G始终投不了战斗 投入不了 你如果这个时候吃的话 他还可以泡八兵七 那你这个G不行 你G躲开这个马丢了 对马就丢了 是吧 这炮 含着闷弓呢 是的 所以他吃不了足 对 他如果现在红方中足丢的话 那双方是物质均等的 均等的 均等的话局面下应该是黑方肯定是满意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也简单的这个分析这么一个便利啊 就说明黑方还是可以抗衡 就是这里 就是说对G是一个选择 但是当时刘明是他成名 成名并没有这么选啊 这个呢也跟我估计比赛的心态有关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因为杭州环境队啊都非常强 包括王天一特大 包括申鹏特大 包括赵金城也是号称快骑非常强的 所以呢 而成名呢 作为江苏队 他也是一个中间力量 所以他碰到刘明啊还是有些想法啊 他希望说不定自己希望能得的分啊 这样为队伍能够减轻一些压力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常见的选择G1P2 有可能会导向平稳的变化 是 刘明大师本来他也是算一个强大师啊 对 但是在这个整体的队伍 强的局面下 他也是希望有所这个建树 是 所以说没有选择G1P2对G 对对 他是走一个 就是炮8频6 保持变化 嗯 那我们接下来看 当然我们说了 刘明大师啊 对这个局面可能是滚瓜乱熟了 对 你无论走什么局面 可能都在他的准备范围之内 是 他家庭作业摆得好 对 是 主要对这个棋也是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实在呢 他就是选择的 炮去马 换掉 双方是个交换 交换掉之后 继续炮五进四 这时候谋得了一个中兵的优势 中足的优势 并且他这个炮站得非常稳了 因为接下来你没有马 把他赶走了 对 而且居四平常捉 他正好过中兵 对 是的 那这棋黑方 黑方如果居四进三 就是干亏了 认亏他肯定不甘心 不过要是我觉得这棋 就索性就居四进三 就认亏了是吧 对 就是说至少不能让 红帮这个中兵过来 对 就总觉得这个棋中兵过来 不太肯 因为你红帮中兵过来 又马三进五 又一些手段 对 对 所以说我先守住 但是这个可能在长久来讲 这棋可能也是 稍亏一点 对 稍亏一些 红帮可能补个相 补个三兵都可能 对 是 所以他实战呢 他其实走得很积极 对 居四进四 对 居四进四 他逼迫红帮过中兵 红帮兵五进一 这样呢 黑方再走 居四平三 就居四平三再一次 吃兵的后续手段 对 在这个时候 刘明也走得积极 对 他如果按常理 宝相而走 向三进五的话 那么黑方正好居三退一 中兵还丢了 中兵要丢了 大家就分析清楚 这个局势 红帮还得走开 那么黑方肯定是占优了 对 是吧 那这个棋就是 红帮肯定就没有什么 对 不太乐观了 不太乐观了 所以在此时 红帮应该说处理的也挺好 他走了个兵五平四 对 他这个 其实他这个胆子还挺大的 这个 就是说直接就气个像了 可能也是 棋手这个在比赛的时候 都计算到这里了 对 是的 居四进四 强行这个 那黑方当时是 实战是选择居吃相 那这个 后来感觉着 从实战效果来看 好像不是特别合理 可能还是应该走 居三平六 去跟兵 防守比较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捉兵什么变化 那他这个兵是怎么多看 对啊 捉兵的话 兵他是 是不是得兵 四平五回来呢 对 他也可能回来 其实黑方应该这么先走一下 对 你回来的话 那我再考虑 我冲个兵 或者我居平四量出来算了 居平 或者我就 黑方再回来嘛 这也没 这么不能走 不行 那是一个 吃相吃兵 长吃 长桌的一个 对 那可能 那但是 整体来讲 可能还是红得好 因为红帮 就是说以后 可以马三进五 把子力都给连接出来了 对对对 是 所以说黑方 当时我感觉 可能也是在一个 联赛也是一个快节奏的 一个比赛嘛 所以说他可能想要 这个趁乱这个趋势 对 来看看有没有一些 偷杀的一些机会 是 所以他就直接 居吃底下了 对 就是想要看看 有没有一些偷杀的手段 就是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选择了 居吃底下 居吃底下 然后红帮 是 然后红帮就交换 红帮就打掉 然后再吃掉 然后在这个局面下 看看红帮呢 实战是如何 来应对 黑方的这么一个攻势的 其名朋友们 稍日休息 马上回来 给您精彩的棋居 好 其名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收看这个精彩的对局 向场联赛 这个红帮是 明下的这个大师 刘明 直红对阵江苏 向你特医大师 陈明 来我们来看这个起 红帮当时是选择了 冰四锦衣 我们说到了 刚才呢 黑方是选择了 强硬的去吃一个象 对 那么双方应该说 已经是对攻 势载难免了 是吧 红方是选择了 冰四锦衣 是先向三锦衣 还是冰四锦衣 好像是先冲冰 先冲冰 他看着他的这个态度 对 冲冰 他是不是也只能 泡六平七 泡六平七 如果你再泡六推一的话 那他过话 冰四锦衣又是先手了 对 所以必须泡六平七一朵 在这个时候 红方也走得 非常的老练 他是先飞了个象 你是看红方的 黑方的态度 对 黑方的态度 能不能泡三平一的话 正好有个 对 你要泡三平一 他就马九退七 是吧 对 等一下 那是在泡一退一 泡一退一 那么你的这个速度 就会延缓了一些 可能还继续往下冲冰 是的 等于说 按说刚才我们前面说的 红方这个中冰 这一路冲上来 对 这在速度上 就是说 对攻速度上比 黑方快不少 对 黑方除非把这个炮 跟自己的鞠能够配合上 这样鞠炮有抽僵的手段 否则的话 就形成孤炮深入了 对 这个鞠出来太晚了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飞一下炮的话 他走了一个炮三退五 对 他就开始回防了 那从回防来说 那就感觉黑方就这个棋走得有一点 既不像进攻又不像防守了 对 应该说跟他刚开始的这种思路有点矛盾 是 但这个呢 估计也是 应该说流明大师对这个棋的准备更足一些吧 是 我们来看红方接下来的动作 红方是继续冲兵 继续冲兵 对 这个逼着黑方炮腿打出来 那黑方这时候我在想 我打出来的按实战来说 肯定是不太好嘛 对 那我能不能就强行这个量军算了 量军呢 我吃炮呢 我是不是先得一个子了 你吃炮我就 有没有炮三平五的这期 炮三平五啊 对啊 我以后可以G4-3捉你炮 还是以后出将完 有些偷杀的手段 对 那他 他是不是过后冰三平 他认为先得一个子嘛 是不是 不是这么想 对 冰三平二这样 冰三平二 就先得个子 你要G4-3 那我说你呢 我就或者 应该不能吃这个 我们看看 吃这个 吃这个你正好 出老将 吃这个我跳马也行啊 我先出将一下 或者你出将 带他跳马正好是不是可以打姜了 对 我有一个偷姜的气 偷姜的气 大家看一下 这我正好有个偷姜的气 是 吃姜 那你要是一G3吗 吃一G3那可以 这地方应该 还是要满意 一G3因为这个 红方少俩相 红方少俩相 对吧 对 黑方呢 并且过后随时马上会吃到很多的足 黑方还肯定是满意的 还有这个气 对 是 是这样 对 所以呢 这个G吃冰是不行 但是它可以啊 就是我如果走得简单 我就 是不是先吃掉也可以 吃掉 我出将你马三进五 出将马三进五 那等于说 你要再吃的话 马九进七也可以跳上 对 等于说还是少个子 还是少个子 那你正好来不及 有一个冰三平二 对 那这个棋 我想想 就是说我这个炮也不走 我G1平二是不是也来不及呢 G1平二 G1平二可能也来不及吧 你吃掉我 我G2进七的话 我就马三进五 你马三进五可以跳上来了 你要G2平一吃掉 过后你那个冰马还是死的 等于说红方这个棋 冰四平三以后 对 吃掉炮以后正好 还有个冰三平二 继续吃黑马 是的 这个冰真的是威力无穷 对 等于说你这个炮不动 我就算有些偷杀不行 冰这个吃马 对 是 这个红方呢 就可以防守住 对 所以这个G 气炮肯定是不成立的 对 来不及这个量G 那没办法 那只能这个炮 黑方打掉 对 打出来了 打出来 打出来 那我们看看 红方这个时候是 选择了G2退3吧 对 G2退3 G2退3抓炮 抓炮 其实通过抓炮的先手呢 让自己的这个G啊 更明快了 更亮了 是吧 我们在象棋当中 在中矩的陌生领域当中 随时要把G走到亮的地方 并且把马往对方那边跳 这个都是起礼 本来红方这个G位置不是特别好 对 现在通过这个调整 那也是黑方没办法 只能炮7退2了 是 退炮 那我这个G啊 现在就发挥出力量来了 现在我随时有这个G炮兵的组合 就要发力了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是冰4进1 对 冰冲下来了 冰冲下去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经常会觉得冰吃个象啊 有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 我说冰怎么不吃个象啊 是 吃象这还拱着是 那只能飞掉 飞掉 飞掉 这可能还有个G2之4 是 然后这又吃中象 对 这也挺厉害的 应该说这个选择也是可以的 那这它可能是 现在得宝马吧 不过它又是不是有可能就 也有可能炮3品5 炮3品5对有可能炮3品5 你要吃掉的话它就G1 吃掉它G1平2或G1平4 好像就是说黑方通过气象气马有一些手段 有些反击 因为红方毕竟少个像 对 我冰起来很厉害啊 我们看看吃掉的话G1平4 G1平4 真的很厉害 接下来它这个地方不能跳马 跳马过的话你打江 这底下有闷弓 等于红方反而有危险了 对啊 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你要贪吃子的话 对啊 你反而就是被黑方这个偷袭得手 是啊 所以这时候还挺注意的 对对 人家以后捉你一个初帅 对 是的 黑方将要反败为胜了 对 比如说你退一 然后我们给他摆一下 一桌 对一桌 如果他吃这个 他吃掉的话 摘得出来 这样我们平4 这个时候如果挡的话 就跟我们刚才是一样 对跟一样还是可以举砍炮 对 吃掉这个打相给吃回来了 对 那黑方肯定满意了 是 黑方还甚至要获胜的机会了 对 把子得回来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看这个戏 也是很多地方要注意的一个点 对 就是千万不能这个盲目的去吃子 对 他实战是很老练 老练 兵四进一 冲下来 是冲下来 这样接下来呢 红方的思路啊 我就是G2平四 过话 你要出老将呢 你这个G2又背了 过话 甚至一将 然后出老将 把黑方都定住了 有个铁门砖的起 对 甚至以后有爆破手段 炮我一下打势 是的 那黑方当时也是很 很无奈 面对红方的进攻 他是看得到 但是没办法防守 他是不是 他跳马行不行 跳马是吧 跳马的话 那他对方是不是 也是走这个呢 做二平四 那他就马八 马八对七 那过一会儿 直接冲 那吃了 那G4进五 可能G1进一 还能保住 是吧 他可能就先把炮退回去 也行 退下炮 是吧 怪怪我呢 红方还有G4进4 这么去吃相的手段 对 等于说这个 这个兵主要 黑方拔不掉 对啊 这个太危险了 对 实战他也是 索性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了 G1平4 这样呢 红方还是 继续自己的思路 G2平4 黑方是G4进三 这个时候 我感觉黑方啊 红方走的 应该说也是 非常的有大局观 其实通常我们认为 冰吃到底线都不好 对 但他这个地方也是吃了 这个其实按理说 我们的想法可能就 比如说我可能会 马三金四看上 或者G4平五 我这么看上 就是说我不愿意 我这个中炮走开 当然我肯定不能退啊 我退的话 你这么多 G4平五 对 我退回去 你炮三平五 那黑方可能还有反击 对 那我这个炮 我又不愿意走 是 那但是实战这个 刘明呢 他就是我觉得很简明 对 他就是 他就是想要得到一些 我就 只要我有物质力量就够了 是 我就讲话了 对 所以说他就来了一个 底线的这么一个冰啊 对 是 底线老冰 然后他这个 吃掉 然后继续 炮五金二 这个非常巧的手段 是 这样的我们看 虽然这个冰下底了 但是并且炮也到对方的这个显地 但是其实这个显地还真发挥出作用来了 这个炮非常好 你看 你中炮都摆不了 是吧 黑方其实最有威胁的一些反击 就像 刚才我们跟奇迷朋友们讲的 就是总是想要炮三平五 是 有一些偷袭手段 但是现在没有了 是 这个 所以说他这个炮五金二这个走法 就是 很积极的一个选择 对 是 那黑方当时 黑方是走了马九斤八吧 对 他跳了一个马 是 这个局面呢 黑方也只能把大紫迅速上去 看看有没有反击机会了 对 红方呢 这部骑士也走得非常老练 他是走的马九斤七吧 对 他马九斤七 马九斤七 马九斤七 接下来 他是马上要走马七斤五 就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骑 而且其实他马九斤八的意思 他可能就想走炮七斤二 对 对 他如果这时候该黑方走 他走向炮七斤二 以后有一个什么炮 炮三平七打马 是 这种手段 对 是不是还可以就寻求一些反击 他先跳马 并且你刚才说 唐大师说 如果走到炮七斤二 马九斤就跳不上来了 对 跳不上来了 是 就是说 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一些反击手段 对 他现在这个跳马 这个点选的好 也非常的及时 应该说 是 黑方好像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挺难控制的 就是这个中炮 反而是一个 就跟一个地雷似的 他就放在这里 是 随时 并且让你黑方 占据不了好位置 对 我们后来黑方一直就没有 一些反击的手段 我们白七也是 看半天就是找不到一些 一些进攻的手段 他退马 灯他呢 灯他也 灯他 他可能也是马七斤五吧 也是 也是上来吧 那我在 就是这样 他可能 他甚至也可能这个炮五精英 也有可能炮五精英 他就是不给你这个炮三瓶五 还中炮的机会 是的 他就放在这里 是 然后你还得小心 他点击的手 这个炮是非常巧的 我反正下了这么多年 我也第一次看到 冰宝炮在对方老强的位置保住 对 就是这个棋真的是蛮巧的 而且这个位置就是说 让黑方 这个马也位置好 那炮三瓶二也走不上 是 就是说走来摆到这里呢 我们也 骑我们也看看 就这个局面下 就是他这个中炮的位置 反而是真的是很好 黑方 一时真的是找不到 一些进攻的手段 我觉得很无奈 当时他实战是上了一个将 上将 他其实也是 希望通过上将 把他的炮给赶走 对 如果炮走了的话 他还是有炮七瓶五的反击 对 他上将 他走了一个马七进五 红方也是非常劳烈 马七进五 他得居四斤二的别注 这个时候 我当时 我也在看这个棋谱 因为我们现在向下联赛实行的 就是一个一个上 所以我当时没有比赛 我也在看这个 我以为红方会走马五进四呢 马五进四条上了 马五进四去宝炮 我当时这么想 但是后来一想 马五进四的话 黑方有可能会走炮七进二了 炮七进二这么走 那小心点 这就是个纠缠的局面 对啊 这样就是纠缠了 并且我们这个马 有可能会被他换掉 红方的马被他换掉 那么红方的优势就大为缩小了 对 主要就是中炮 一直这个躲开 这不是杀棋啊 对啊 躲开他真的炮三平五来反杀 炮三平五反杀 或者他先踩掉 对安全的先踩掉 你要吃掉的话 他就炮三平五 那黑方就赢了还 黑方还赢了 这个要跳 正好有个这个 对有一个闷弓这个杀法 闷弓的杀法 对 这个不行 当然在这个优势下 刘明走的 刘明走的也是非常的老练 他并没有走马五进四 而是走了个炮五进一 对 他继续这个要镇住自己的中炮 对 是 这还有将军偷杀的旗 小心点 下降 将军偷杀 就在炮五平三 对 这一将 如果你上降马五进四 下降的话 马五进三 踩炮 对 换炮以后有个炮五平三 对 这就是老兵建功了 对 老兵建功了 对 所以说他没办法 他只能向七进九 向七进九 是 向七进九之后 红方是 也走得非常简单 他是马三进四吧 对 马三进四跳上来 对 马三进四 他就是说 我的各个大子的位置很好 继续就触动这个 对 接下来呢 这个马也没有好的位置 对 红方接下来放任红方走 红方可能马四进三 再踩进去一些手段 对 马四进三 这个都拦不住了 对 拦不住了 黑方的这个手 也是采用的蓝的手段吧 他走了一个炮三平六 炮三平六 红方也走得简洁 他是走了 他就进行一个交换 对 交换 交换 然后你吃掉 然后他居了四平二 这样的话就 进度一个大子了 对 当然他是飞了个像 飞了个像 就是一直想要缓中泡 但是人家正好是吃子了 是 他吃掉 这个一吃 进度一个大子 这样子 黑方也没办法了 就是少了一个子 对 然后那这个棋 这个兵还有 还一直会有作用 对啊 所以说最终是 红方这个获胜了 对 是 应该说这盘也是一个 老兵建功的 非常典型的棋局 对 也是一个很精彩的 就是在终局阶段 这个兵如何 和巨炮兵如果组合的 一个攻势 对 是 对 尤其是这个中泡 让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中泡的一个威力 尤其这个族的威力 就是哪怕我是个底族 也是很厉害的 是 控盘很强 对 最后这个刘明大师也是 本次联赛的前几楼 也发挥出色 对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好 那齐民朋友们 谢谢您收看 我们的《向今世界》栏目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好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嗯